第146集 瞬间他明白了 这才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服用前六枚金色的果实时 只能算是蜕变 并不是本质上的新生 直到此时才真正的破茧化蝶 血肉脏腑骨骼在重组 这是一种另类的再生 就像当初他与庞博第一次浮食圣骨 走出荒谷圣地 烦恼还童时一般 这是同层次的变化 是真正的脱胎换骨 骨骼被洗礼后 洁白如玉 骨质坚硬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堪比神兵利刃 五脏六腑被浸润后无瑕无垢 没有一丝杂质 犹如神器 提表被滋养后 晶莹而富有光泽 紧乎透明 闪烁着宝灰 叶帆的机体 灿灿生辉 奇异的金色能量化成溪流 没入眉心间 紧光闪耀 内翁小湖深不见底 而后 叶帆直接闭关 直到两个月后 洞府中传来隆隆之响 海啸连天 惊雷阵阵 同时有一道道彩虹射出 此时叶帆的金色苦海 开辟到了拳头大 一道冷艳的彩虹高悬在上 横管苍穹 迅烂无比 他终于结出了一小段神脉 悬于苦海上方 他成为了一名神桥警戒的秀士 叶帆站起身来 走出洞府外 整个人没有强大的能量波动 并不是多么的飘逸出尘 反而看起来很清秀 如林家的大男孩一般 少了积蓄不凡 多了一种平淡归真的韵味 他没有出手 魏常世如今修为如何 因为无需如此 心中早已明了 叶帆的心很平静 平淡的生活了一个月 坐山观虎斗 西边看水流 而后才开始继续修行 这一次他开始锤炼自己的气 将在青铜古关中得到的 内部神秘古经上的第一句话 天之道损有余 而补补足 铺在了顶上 尽管不能长久的烙印在上 骨子很快就会消失 但是这尊小鼎 却因此变得越发的不凡了 最终再次修行了一年有余 叶帆感悟颇多 对道的理解加深了不少 无名者为道 出于虚无 为天地本实 有名为天地 有行为 有刚柔 为万物之母 他觉得 顶与道 还有天地 像是有着天生的联系 顶 三足两耳 玄而又玄 三足顶天地 两耳生阴阳 圆顶纳混沌 演化道于理 视为无名 何生有形体 容纳万物 视为有名 顶 像是天地自然 延生的气 将有名与无名 完美结合 衍生 道与万物之母 我以顶座为气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不愧为 故中国的神秘圣物 在此地 修行了一年有余 叶帆决定离开这里 该出去 走动一番了 东府中 有寄养东西 光滑闪闪 此同八卦境 不愧为 超越彼岸境界的 修饰 激烈出的武器 被叶帆丢在密室中一年 如今神暇缭绕 子气迷蒙 重新焕发出了光彩 而那个玉镜瓶 则洁白温柔 道文密布 也恢复了神意 只是不知道 能不能装下一座大山 此刻 插在里面的圣树枝条 浸泡在神泉中 依然活力如故 没有枯萎 至于那把天罗伞 虽然被天玄圣女 冻穿了 但并不严重 光雾迷蒙 甚是不凡 超越彼岸境界 这些人的武器 应该很强大 叶帆反复激烈 抹去上面的所有痕迹 免得被人感应到 而后 将他几件武器 纳入苦海 就在这时 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无论是紫童八卦境 还是洁白的预警瓶 亦或是天罗伞 全都无法沉入苦海中 就更不要说 浸潤在命圈中了 只能悬在苦海上方 那条神桥之下 绿铜块 你站着最好的地方 却不为我所有 还将其他武器 逼得不敢靠截 叶帆相当无语 一下子就看出了原因所在 绿铜块沉浸在 海底的全眼处 独霸了最好的地方 将金书都挤在边缘地带 更是直接将紫童八卦境 玉境平 天罗伞 逼出苦海外 完全不让其占标 若仅是记载道经的 金色纸张而已 居然比子铜八卦境 与玉境平等还要强 不知道是该说他不凡 还是该说 那三样武器太废 超越彼岸境界的修饰 所祭连出的武器 自然非同小可 从侧面说明了 金书的神意 此处 距离荒谷近地能有四百里 周围近视大山 时有一亲满手冲没 是一片原始地狱 叶凡没有飞行 一边向大山外走 一边练习老疯子的步伐 那种缩地成寸的神术 让他显目无比 比飞行还要快 可惜他境界不够 无法参悟那些记载心中的道文 不能施展出那样的秘法 两日后 叶凡出现在一座小镇 终于来到了有人烟的地方 一年多过去了 江家几家摇光圣地 应该早已退走了吧 他很想找个人了解一番 这一年来 叶凡最大的收获 不是修为达到了神桥境界 而是他的神石 化身到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 凝炼无比 眉心内网金色的小壶 可射出神光 可如天简一般风锐 亦可如微风般轻柔 瞬间感知到周围的一切 那座酒楼上有修士 刚进小镇不久 叶凡的神石 就捕捉到了修士的气息 可惜 在那座酒楼上 他并没有听到江家 姬家 摇光圣地的消息 倒是听到了 另外一件重要的大事 哎 妖地分种终于还是沉了下去 那片废墟 怨气冲天 尸骨如山 血流成河 到底还是未能攻克 我东方至宝荒塔 就此永远地消失了 不可能永久消失 荒台与世同存 早万有出世的时候 这倒也是 他连仙都可以活活镇死 自然不会秀灭 也许再过几千年几万年 他会重新来到这个世上 选择一个有缘人 我看用不了那么久 荒台已经消失了一万年了 我觉得他应该现实了 说不定不久的将来 就会从东荒大地下冲出 叶凡心中惊讶 妖地分种的风波 竟然整整持续了三年 到如今 才真正的平息下来 东荒各派全都出手了 纵然是中州都来了几位神秘的大人物 但依然没有定住他 关键时刻 他断入地脉中 如龙龟大海 彻底的消失在了东荒大地下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叶凡行走于城镇间 出没于人多的地方 不过却非常的低调 终于慢慢了解到了他想知道的事情 一年前 江家 鸡家 遥光圣地 闯入荒谷禁地 结果全灭 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 着实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震动了所有门牌 再也没有人敢闯生命禁地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